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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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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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來的 很漂亮 你怎麼不跟我 說真的 你怎麼會喜歡 好 很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明天我的人会找你 好有问题的 对不对 你配合我演了一天的戏 就是为了现在跟我谈调的件事吗 我这么做 无非是想让你们明白 你们是不行的 好你说吧 你还活着吗 活着 我刚刚见过他 我请你们 放他一马 我个人没有这个权利 那据我所知 王浩犯了很多的重罪 放他一马 好像不大可能 你们是丈夫的 相比之下 钱可能更简单一些 老大 我跟浩哥不是前来的 我们是有真感情的 而且我不希望 我的儿子没爸爸 好 我会跟我的人说你的条件 但是接下来你必须配合我把这件事情做完 好 没问题 尽快给我他 是吗 他就直接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对 他说他不在乎钱 他在乎人 他重感情 他说他和王浩 真的有感情 他就是想见见他 主任 我觉得 这个要求 不算过分 也不算违纪 可以安排一个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环境 让他们见一见 可以 但不是现在 我们会安排时间的 没想到她是这么一个女人 苏文月 你不知道我放下了一个多大的思想包袱 但是这个人的长期滞留还是会给你的安全和工作带来危害 他必须马上走 我已经有了一个主意了 收拾 王浩在岭南另有新婚 这个新婚就是李小婉 孙玥是听到这个消息他才来的 那让孙玥走的最好的理由还是李小婉 这 这样不太好吧 别的理由都牵强附会 既然对手是借李小婉之名请他来的 那现在只好在借李小婉的名义让他走 主任我认认真真的想过了 这是最最完好的理由 我希望组织人认真考虑采拿我的方案 这样的话李小婉会很痛苦 你也会的 我知道你花了很大的力气 断绝跟李小婉的关系 现在你又把他扯进来 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李小婉受苦 受煎熬 你受得了吗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 请不吝点赞 别吓了 在柴处下玩呢 对应关 王豪出了的可能性 没有 这是底线 那你们能答应什么条件呢 王豪你可以见 但是提前必须得申请 什么时候 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我们会告诉强仔 他爸爸在内地工作很忙 所以不能回家看 王豪复兴的地方条件不错 我同意 能结束 我没得选 打好吗 有提及过我吗 有 说我什么 他说 现在有点想你了 我会不会 我会不会 没关系 没有 没关系 你 没有 没关系 没关系 那 很